天空下惊险的一幕 只见一女子坐在沙发上 享受着周末悠闲时光 丝毫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逼近 突然插牌老化着起了明火 这时候女子慌乱的起身 想要用嘴吹灭 可是根本行不通 拿起了水杯 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放了回去 只见女子慌乱的跑了出去 随后拿出一瓶灭火器 还有点担忧的试探性灭火 结果几下就把明火扑灭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旦火情在初期得不到控制 后果不堪设想 每个家里都应该备上灭火器 如果发生火情 就可以在初期有效控制火灾 避免造成重大损失 这款耗运水机灭火器 你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主要是可以灭固体火 电火 油火 厨房烹饪火 相比一般的灭火器 它可以360度随意喷射 喷射距离可达5米 远距离灭火更安全 关键事是 喷出的泡沫水机 环保无睹 紧急时刻可以喷在衣物上 能够有效的自然隔热 为逃生取得宝贵的时间 家里车里常被两停 有备无患